香港妇協作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团体 一直以团结香港妇女和加强妇女能力为光领 二十多年来我曾经策略很多前瞻性的活动 推动妇女事务 其中半边天青年领袖培训计划 在2005年推出到现在 我们都已经培育了超过百多个女青年 他们现时已经在韩国业发挥所长 更加是辅血未来的接班人 期望新一届的培训实践计划 能够令到更多半边天青年成为领袖人才 参加领袖培训计划 令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多姿多彩 整个学习过程都充满惊喜 香港妇协邀请了很多重量级嘉宾 跟我们作分享交流 实逐一个难得的机会 跟他们近距离接触 除了静态的讲座分享 透过体验学习 互动交流 实地考察 除了增广建文 学员之间的友谊 亦都增进不少 社会服务计划 更加有机会令我们走入社区 了解社会所需 同时体会身在腹中的道理 加入香港妇协这个大家庭之后 还有很多学习的机会 我们更加有幸莫挑选代表香港妇协 出席在纽约举行的 联合国第61届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 领袖培训计划 至2005年推行至今 已经超过10年 有一位早期的学员 曾经分享他和他妈妈的故事 原来这位妈妈就是当日鼓励这个女儿 参加领袖培训计划 原意不怪想我女儿有所学习提升 但一直以来 妈妈看着自己的女儿不断蜕变成长 除了代表妇协出席联合国的会议 亦都成为香港妇协的理事 继续贡献服务社会 这位妈妈亦都惊讶女儿的改变 作为香港妇协新任主席 将继往开来 秉承团结香港各界妇女 服务香港的精神 培育年轻女性领袖 是我们其中一个使命 新一届的计划将以实践为主题 配合国家和香港政府提倡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机遇 我们已经邀请到大湾区多所大机构 和企业合作 提供学员交流和实践的平台 也都安排了著名的嘉宾讲者 作专题分享 让学员深入认识该区的发展 学员完成计划后 将有机会获安排到大型企业实习 出席国际会议 以及参与筹办 辅协各项活动 我在此呼吁 有意提升自我能力的年轻女性 报名参加